你知道当我去大连参加一个特会 我参加特会非常少 有很多的特会 我还可不可以去 就说你不要去 我说为什么呢 就是你想知道什么 可能你想知道什么 是我不能告诉你 还要让你到外面去 我不是不让你们参加特会 不是 参加特会会有很多的恩典 不管你参加什么样的特会 如果你没有更好地和耶稣连结 你没有更好地和他来单独 有个独处 来爱他 你参加那一切特会好不好 丢掉几天 能懂我讲的对不对啊 我不是不让你们参加 让的 如果你参加没有更好地和耶稣连结的话 哇 那个火回来 丢掉几天就没有了 没有可能再参加下一个 下一个你也丢掉几天 我知道神的目的是要什么 是要让我们和他单独联结 跟他在一起 那是他的目的 虽然这次我也带了张牧师过来 因为他的恩赐跟我不一样 他的恩赐是 医病 赶鬼啊 医治失放啊 是这方面的恩赐 但是我之前告诉你们 如果你没有和耶稣更好的联结 就是为你按手祷告好了 鬼跑了 病好了 你没有内在的联结 他会回来了 如果那个带回来的话 那个不就一个鬼了 不是一个鬼了 谁说的 耶稣说的 对不对 耶稣他里面修理干净了 修理整齐了 如果没有更好的接受 耶稣在你里面做主做王 没有让他在你里面举手为掌望权 如果没有把猪权交给他 你还在掌 你还在掌权 最后怎么样 圣经怎么说 他会带那个鬼回来之后 一看哇 他会带几个 回带七个更恶的鬼 比他更恶的鬼回来 还要回来的 所以当张基雄 每一次祷告 看到那个鬼跑了 看到那个病好了 我还高不高兴啊 真的很高兴 因为神迹其次要犯随着我们 真的很高兴 他说你知道我看到那些人 病好了 鬼跑了 我高兴了 不得了 我们俩恩赐不一样 恩赐不一样 他一高兴的时候我就开始 我说你不要为那个高兴 耶稣说你要为什么高兴 不要因为鬼扶了你们的高兴 你要为你的名字 有没有记在上面 你要为你的名字 有没有记在上面 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我说张牧师对不起啊 我说你看你一说 我里面就有话 而且就有经文 我说耶稣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因着那个鬼跑了 当然因为他是一指十八 他看着鬼跑了 病好了 他高兴了 他应该是很高兴了 对不对啊 你导得都不好 你就不高兴 你导得都好了 当然应该是很高兴了 但是耶稣曾经说过 耶稣拆开了七十人出去 鬼扶了他们 对不对 他们回来之后 连鬼都扶了我们 耶稣说不要因着鬼扶了 你们就高兴了 要问你们的名字 有没有记在上面 要为这个高兴了 也就是说神给你一些恩赐 如果你在恩赐里面服侍的话 也就是我上次所说的 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一节 对不对啊 那一件人是奉主的名赶鬼啊 怎么样啊 如果没有在一个内在的里面连结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白做的 白做的啊 主耶稣说我从来怎么样 我从来不认识你 从来不认识你 所以说这两天的聚会 就是让你和耶稣之间的关系 虽然还可以一致十棒 我不知道神要不要带 我今天不知道啊 我们就是随着圣灵的带领走啊 就是说 当你和耶稣的关系好了 那个没有人为你祷告 你见见见见 你那个疾病也会 那就好了 如果你和耶稣没有内在的关系 借着别人的信心祷告好了 你自己不连结 顶不到几天他会回来 因为借来的东西 是不能成就的 因为你借着神给他的恩赐 借着神给他的信心 为你一按手可能好了啊 真的很好 你是借着他的信心 就好像手机 我借你手机打个电话 我打完就要给你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你的 他不是我的 那是我借来的 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你自己的 你要用你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心和上边的 给天上的这个 给这个源头连结上 连结上的时候 它是个不反对的生命 它是个没有病的生命 它是个非常丰富的生命 这个生命给我们连结上的时候 那是不得了的 也就是耶稣所讲的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痴子 那个痴子若不连结在葡萄树上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如果不连结葡萄树 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被人捡 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能让人拾起来 把它怎么样 烧了 这是葡萄痴子 若不连结在葡萄树上 勾用就是把它烧掉 如果这个葡萄痴子 连结在葡萄上 讲到什么 内在的一个连结 内在的一个关系 如果你连在它上面 它身上的水分 养分 各种之类都要怎么样 都要流淌在这个痴子当中 对不对 如果流淌在痴子当中 这个痴子就可以多结果子 就可以多结果子 因为这个痴子连结在哪里 连结在葡萄树上 我们的生命若不连结在耶稣的里面 如果不连结在祂的里面 你很快就会哭干了 你也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们必须要回到里面去使风 谢谢大家